大家好,我是Den 正在出演选秀节目的Nanado 因为被质疑与日本女友开派对而引起了私生活争议 最近在Peak Time 因为演唱了统邦心意的Miruti 人气暴胀的Tegunama成员Karam 最近被日本网友爆料私生活很乱 并配上了多张照片影片 这位网友表示 Karam的夜生活丰富 现在的粉丝们是什么都可以原谅吗 毕竟他以前说过 我的粉丝什么都可以原谅 而从上传的照片中能看到 桌子上满满的酒瓶 一群人开心的合照 其中还有与日本AV女友在一起的照片 而影片里也可以清楚看到Karam的脸 以及说话的声音 所以这件事情马上就在韩网引起了争议 如果这是事实 应该要退出节目吧 不过那个人已经是30多岁 爱豆出生的话 这一生都要跟圣人一样的生活吗 不是说他做的好 但是也不能算是争议吧 在去个夜店就要被骂死的饭圈 跟AV女友们开派对 竟然说不算争议 是有点不雅 但是这能算是争议吗 又不是21岁是31岁 请大家不要被煽动 看照片的话也不是犯法了 不要再强调这是10年前后护 一点都帮不上吗 如果说经历过所有事情的30多岁的人 这样玩的话 还说得上 但20出头开始就这样玩的话 就能知道是什么样的人了 看照片虽然有点失望 但是跟AV女友玩不是能让她下车的理由 只能是努力给别的队投票了 如果这是四代奶奶豆的话 应该大家都会要她退团 争议会变得非常大 为什么现在会有 好像什么是都不是的护行留言呢 好神奇 所以对于卡丹被爆料私生活很乱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3月29号 Chong'a的所属公司官方声明 从2016年开始 与本公司在一起7年的Chong'a 即2023年4月29号起 结束合约了 然后Pariarare Part 2 因为内部问题将不会发行的部分 请粉丝们见谅 Pariarare Part 2 是Chong'a原本要发新的新专辑 连专辑都不发表 终于投出了 去更好的地方 Chong'a的所属公司一开始真的很好 但是越来越放人不管 也不宣传 真糟糕 因缘Chong'a 希望今天能看到更多的活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Mix这张照片好好笑 3月29号 女团Mix在Shot Champion拿下了一位 因为这是Mix出道首次在音乐节目的一位 所以让粉丝们网友们都非常感动 而在获奖当时 一位成员取笑哭泣成员们的照片 引起了网友们的爆笑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看着哭泣的Sao Ryun Bei 取笑的Hei Wen 以及开朗的Ku Jin 还有这一张 喂 在哭吗 恭喜一位 歌手虽然也辛苦了 但是粉丝们真的真的辛苦了 哇 不过孩子们的Uncle舞台开麦 太强了 一开始还以为是播了唱片 真的实力不能再说什么了 因为Uncle舞台疯了 声量突破耳朵了 恭喜Mix 现在才是开始 现在才是开始 一开始